第3節的國立大台 回到第3節的國立大台 剛才第2節講了聲戰的The Black Batch 但是由於我的聲音突然間失靈 所以前半節我講得很失敗 最主要是我聲音失敗了 希望今節好一點 給我吃的好東西 給我吃的好東西 今天這一節 剛才我上一節也提了 講新康納利 我先看看 在E90之前在半島酒店玩過 我不知道你玩了什麼 講清楚一點 灰太郎以為我講石破天驚 這套東西是石破天驚的 當然是The Rock 但當然我不會講The Rock 因為石破天驚太正路了 太正路了 今天我講這個 新康納利 我想新康納利這樣講 大家對他的印象 年輕的一輩 對他的印象就是石破天驚 石破天驚的The Rock 但是老一輩 對於老一輩的觀眾來講 除了剛才我們所提過的聖戰奇兵 做Indiana Jones的父親之外 其實老一輩對新康納利的印象就是 是 007 第一代的007 就是很喜歡玩客女的中坑 中坑特務 但是又經常因為玩客女過渡 就直接被出事了 通常就是這個多情特務 像是蝦著火水 是的 但是當然 我們所講的尖士邦 就是我們所講的新康納利 是你未曾見過的新康納利 我多敢相信 我們展示一下這張照片 就是這個沙多神 大家要開畫面時像 看一看 你會包你震撼的 這個新康納利 我相信大家未見過 先講一下他的造型 嘩他的造型型 穿著紅色的抹煙胸底褲 應該是抹煙胸來的 但是呢 背了兩排的子彈 就由於背了兩排的炮掌 在身上做吊帶 而吊帶的扣位置 就不是扣在那條褲的皮帶位 是扣在那條褲的皮帶位 是扣在那條褲的腳位 所以一下子上來 就變成底褲 是的 就變成三角蜜 紅色三角蜜 新康納利是長毛扎邊 扎邊的 就是一條馬尾邊 而他 你看到 紅色的三角褲 掛兩條 炮掌的身上 心的毛都撐出來 然後這條褲子 穿三角褲 穿著一個高到大腿的皮帶 嘩 就是這種造型 你真的是 你是尖士邦 你做尖士邦 你就想死了 你做這個造型 你嚇死那些女孩 大哥 你嚇死那些女孩 你嚇死那些女孩 傻 這一套 就是1974年的沙特斯 是一套科幻的邪典電影 但是大家不要小看這個造型 大家覺得這個造型 哇 做什麼 你這個造型 做什麼 做什麼 新康納利是否很缺錢 為什麼你做特務 穿漂亮西裝 你不穿 你穿一件炮掌 紅底褲的身上 這些都可以辟邪 這些裝束 你穿了這個裝束 你穿了這個裝束 然後 然後你去打麻將 你贏了 大殺善方 那 下章看看 這個裝束 其實在外國 在外國的宅界 相當之 相當之 相當之文明 相當之文明 不如流行 流行 因為這個 如果你在網上搜尋 搜尋 這個沙特斯的角色 你會見到 在所有美國的動漫節 Comic Con 或者是任何的 Movicon 你會見到 有一班的角色 Cosplayer 無論是男 和女 都是Cosplayer 新康立利 這個造型 大家聽到女 Cosplayer 新康立利 這個造型 不要開心 不是老粒給你看 是他們穿了一套 玉色的衣服 胸口前面 好嘴當毛 他都是扮男裝的 新康立利 他都是男裝的 新康立利 掛兩個炮掌 在山上 這一套電影 力總 剛剛 力總 在Break Time 進來 然後我就問力總 喂 有沒有印象 有沒有看過 力總就說很想找這套來看 然後我說 有 但是 你要自己找中文字幕 這些電影很難有中文字幕 但是這套電影 其實你不要小看 因為這套電影 雖然你覺得很奇怪 但是為什麼我會找這套電影來講 就是因為之前 剛剛新年的時候 在Facebook 出了Meme圖 就說 Movie Sados 在2023年 所以大家 大家準備好 2023年是穿這種裝束 這個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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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故事設定在 2293年的 距離現在 都還有 都還有差不多200多年 大家放心 大家有時間 都不用這樣穿衣服 但是這套電影 其實我們 我們 下張看看 這套電影 不簡單 如果你跟著我們 美曼雙鴻來 你知道 我們星期五 星期五 國納薩六日 或者九泊星期五 我們去戚拆得最多 當然是屋 當然是那群彩虹喪屍 自母群嬰 或者是那群死左膠 破壞 破壞生態平衡的死左膠 又是non boundary 又是無性人類 自己明明有主 或者是女人 那些契弟 這些我們是 最生氣的 因為 永遠就是你們 是要將 他們這群人 永遠將 美國以前 現有的文化 普及文化 或者是普世價值 他們要扭曲 扭曲到現在 每個人 你叫他he she 都不行 要叫他day 或者 那些佩洛西 他們那一派 左派的 民主黨 那些契弟 又說 叫father 和mother 都不行 那些是很離譜的 但是這種 這麼離譜的思想 這些 那些彩虹喪屍 氾濫的思想 就是這些 主張所謂的大愛 大愛平權 包容 但實際上 永遠是一言堂 你不是一言堂 我是要治理於死地 這些光怪六尼的場面 其實在這部電影 完全是不折不咎 呈現 但是大家記住 這套電影 是49年前 49年前 49年前 導演 Sir John Bowman 這個 Sir John Bowman 他已經預視了 未來的世界 其實是會走到這麼極端 未來的世界 如果你容許這些邪端 去萌芽生長 或者令到他們 很有特權的話 這個世界 尖音倒楊 就是會這麼離譜 你會看到 你看到那個畫面 其實 大部份的人 都真的是無性人類 攝影機到爆 你都分不出男還是女 男的穿衣 整個女人 你覺得 你是不是太監 是不是切了J 但是反過來 你看到阿新康立 你整身毛 整身毛 又大隻 你看到很大強烈的對比 這個就是電影的核心 所以就是 這套電影 既然沒有什麼人看過 沒有什麼人留意到 我也想講講 這套電影 在外國的迪士尼Plus 是看到的 因為如果我搜尋 Sados DC Plus 我一按下去 其實它是出了一個簡介 但是它會認到你 香港的IP 跟著一聲 對 它一聲就說這套電影 對 它就看不到 如果大家想看的話 就用VPN 如果已經是迪士尼Plus 的用戶 你把地區轉了 不是香港 你應該找得到 因為這是霍士電影 我們下張看看 我先講講故事 先講講故事 然後同時間引領大家 知道故事 為什麼對應現代社會 那麼類似 一開始 其實它有一個角色 一個人物 好像 埃及人 套著頭 包包 只拍了頭 然後它就 跟大家觀眾說 其實它是一個永恆族 Eternal 它也是一個偽神 它去這個世界 我是這個世界的偽神 那些人當我是神 但是我是一個 偽的神 我是一個假的神 我是去操控這個世界 那現在 它單憑它說的一句話 其實呢 也牽涉了另一個領域 就是 諾斯底主義的領域 就是這些叫做靈知派 基督教靈知派 基督教不承認他們 覺得他們是異端來的 但是靈知派的主張就是說 我們這個世界 這麼有缺陷的呢 好像Matrix 一樣 我們的世界是完美的 我們的世界的人類 是充滿了好戰的基因 我們這個世界的物質 是不能夠平均分配的 我們這個世界充滿了缺陷 以及不平衡 不公平 很多問題存在 而 這個靈知派的主張 其實它說創造這個世界的神 就不是真真正正的神 是神 downgrade 了給神更加刺激的一些神 他們妄想自己做做物主 他們用神的知識 用他們有限的知識消化了他們 去製造一個 stimulator 出來 他們製造一個 叫做 他們製造一個 program 出來 所以呢 就是我們現在身處的地方 而那個神呢 他們覺得 我們基督教去奉 或者是天主教奉他為上帝 其實真真正正創造世界那個 叫做 德謀哥 那個叫德謀哥 那個叫巨像造物主 就是做一個世界的造物主 是邪惡的造物主 卡士問靈知派 不是一塊塊蘑菇靈知 是知識那支 靈知派 或者叫靈智派 如果想知道靈智派 靈智派這些 麻煩你課金 因為這些其實是奇奧的領域 以往來說我會講的 但是現在就 不太方便在這裡講 我怕換到大家 但是那個是有趣的 那個 因為他的理論和佛教是類似的 所以其實 某程度可能他才是真元 只不過是 現在的所謂的天主教基督派 是根據了不同的人去改篇去改寫 變成現在有現在的宗教 這個不討論他 先說回這個故事 故事這個藝神出現之後 有一個很巨大的人頭的石像 在天空飛過 他的石像那個巨大 大概是四間房子放在一起 總之 裡面是可以住到人的 那種大 從一個人頭飛過來 他就是所謂的神 就是那個叫沙多 叫大家供奉他 飛過下面 就有一群 不是一群 是一群 全部都穿上 剛才的新康立利 那個炮掌衣服的粉腸 那這一群其實就是 神裡面去委派的 去創造的 叫做 繪子手 我們下一張看看 這個石頭神 他已經說了一句說話 就是說 蛇是不好的 男人的生育器官 那條蛇那條陰極是壞的 因為他發放的是種子 他會令到這個世界 生太多人 令到世界的資源不夠分 所以蛇是壞的 槍是好東西 槍是好東西來的 因為槍呢 槍射的是子彈 就可以殺了這些 這個世界多餘的人 所以大家 跟我做事 他在人頭的口裡 就射了一大堆的機關槍 和一大堆的子彈 就叫這一群 全部穿了新康立利 裝束 這個炮掌裝束的人 所謂的繪子手 就叫他們 拿槍 拿子彈 然後奉我神的旨意 去屠城 去屠殺這個世界 多餘的人 這個就是一個故事開端 但是故事開端沒多久之後 我們下章看看 沒多久之後 足球有聽Keyo說的靈智派 不止說過 Keyo請了靈智派的 目者 的嘉賓 大家要聽回 我就不在那裡長長說 我自己也相信靈智派 我都比較偏向那邊 不要 你們爺爛那群不要挑戰我 我和你們不同類 故事開始 其實就說回剛才的大石人人頭像 的內部 內部 突然間在一堆的脈 收割脈 和管脈那裡 然後 辛開立在那裡爬出來 然後辛開立 你就看到那個假神的真身 然後辛開立 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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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假神 就從這個巨型石像的口裡飛到街上 死了 而 與視者 因為這個巨型石像 他一定是去某個地方 這個是雅假神 假神一定有他們住的地方 還有其他一班假神 他們 就降落了他們的地方 你看到他們的科技的水平是相當之高的 跟剛才的辛開立好像很盲方的狀態是不同的 但是辛開立隨自如視者 去到一間房間 就撿到戒指 因為這隻戒指本身是一個電腦 那隻戒指是一個很大顆的四方形水晶 水晶是有頭射的 基本上這隻戒指是一個Apple Watch 甚至乎是 你可以說是把iPhone都放在裡面 因為他們不需要好像我們iPhone 我們就要對著平板 打打打打 他們只是那些畫面是射到人幕那裏 是浮出來 是有點像minority report 其實那個科技人 但是你記住這套電影 49年前 49年前有這個Visual 都很厲害 當然你會知道 其實這班所謂的偽神 只不過是一班擁有很高科技的人類 我們下張看看 當然 辛康納就沒多久被捉了 被一對 LESBIAN 的科學家捉了 一個叫May 一個叫Conswell May對辛康納來 近乎原始人種 甚至乎用現在他們的課題來說 Toxic的男性 Toxic的男性 就很有興趣 他就知道 我想了解一下他的身體構造 究竟之前那條濕狗藝神 Other 因為之前那個藝神的名字叫Other Other Other是怎樣弄了這些人出來的 這個辛康納來 我沒見過這麼多毛 這麼紅豆豆的物體 Conswell Conswell就不斷去游說May 就說 你看完就堆砍它 我們不需要帶這些物種來我們身處的所謂的天堂 他們那個天堂叫Vortex 但是 他的名字叫Vortex 大概你會覺得是類似伊甸園的物體 Conswell就不停跟May說 他說不可以留他在那裡 你看完研究完 堆砍他 毀屍滅跡 當然May就 作為一個科學家 他很想去研究 帶回去 看到他們身處的Vortex 那個伊甸園 我們下張看看 你就會覺得這個伊甸園 那些人很奇怪 那些人 那些人呢 男男女不女 好像無性人類那樣 是 大家都很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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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阿希說 很多裸體看不到東西 放心 那些看不到的 那 大家都很Camp 而男的和女的穿的衣服 特別是男的那些 你會看到 那些衣服 那些男人好像穿了女裝 那樣 你會感覺到很腮波 那些人 你會覺得 是不是很熟口臉 他是像什麼 他是像北加索那些 那些不幸的 那些無性別者 是不是很無性別者 亦都好像 現在 我們所說的 字母群英 那些男人和女人 那個 那些東西混得很混淆 那些東西 其實當時 那個導演 就在這裡呈現了出來 那當然 這一群不單止是 我們所說的 字母群英 或者我們所說的 楚龍喪屍 甚至乎 我們下張看看 他們是Vegan來的 他們是一群素食人 他們是不吃肉的 那他們這群不吃肉的人 他們平時吃什麼 他們平時吃麵包 和蔬果 他們是吃這些 吃之前也要大家 把大麵筋分離分離 大家很公平地分開 分開 而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他們不男不女 原來他們喪失了一個 撥起的功能 他們全部沒有咬的 有咬 有咬 但是扯不到旗 即是沒有男 沒有辦法去撥起的 因為他們作為永恆 他們可以生活了很多年 他們可以 他們是永生的 他們是不會老 不會死的 在這裡暫時來說 那會變成 基本上他們不會老 又不會死 又不用急於去犯險 那他的J 他的J 功能就慢慢衰退 衰退到根本就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變成 Conswell和May 特意找新康立利回來 其實他們是要研究 你們怎麼可以扯到旗 究竟靠什麼扯旗 他說看那些文獻 經歷 經歷 或者壓力都可以令到扯旗 他說有很多 被人橫手之刑 打頸死的人 吊死的那些 被處缺者 他們死了之後 他們都有扯旗的狀態 有撥起的狀態 他們在想 究竟是研究新康立利 同時間他們很強調一件事 你看到了 It's fundamental to our society That we do everything on the basis of absolute equality 我們的社會是主張 絕對絕對的公平平等 這句說話很熟口臉 之前我提過迪士尼的 We imagine tomorrow 也就是說 我們要我們的員工有絕對的平等 我們要有絕對的平等 但是事實上 這個所謂的天堂 不是真的絕對的平等 你看到這一群很小眾 真的小眾 你看到天堂生活這一群青年男女 包括May和Conswell 其實他們為數的人 基本上是不過五十的 但是其實這個所謂的社會 是生存了這個角度 其實是存在了很多人 不過是他們看不到的 是刻意不讓新康立利看到的 但是其中 你看到上面畫面 最右手邊那個 那個人的名字叫Friend 朋友 因為他想見到新康立利 這個人真是好用 當新康立利是自己的奴隸 要新康立利幫他 去負責運麵包 要幫新康立利幫忙 所以負責去處理食物 期間呢 他去拿麵包機 去麵包廠的時候 是經過了兩大地方 一大地方 就是一個類似馬房 看到有很多都是很年輕的 這些所謂Eternal 但是他們沒有靈魂 他們每個好像喪屍一樣 完全沒有反應 連新康立利就是握東西 握那個女人的球 那條女人也是沒有反應 好像呆了一樣 那Friend跟他說 這一群感染了病毒 總之有病 這群人就沒有了靈魂 沒有了靈魂的話 那這一群人就 扔在這裏 讓他自生自滅 我們不會養他 有他餓 有他餓在這裏 他們是不會死的 我們又不想餵他 我們不想分給食物 有他餓在這裏 繼續做他們的喪屍 於是去了另一個地方 全部都是老人家 原來說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沒有法律 這個地方所謂的法律 大家都要投票 絕對的民主 其實是絕對的恐怖的 嗯 當你沒有法律 什麼差事都是投票 原來你說 投票你有沒有罪呢 罰的是什麼呢 就令到你是可以老 令到你是老 譬如你犯了事 我要你加速老多五年 或者加速老多六年 那原來這個地方 你老 當你老了之後 你是不會死的 那你老了之後 就好像一個地方 就是一個類似是一個人家跳茶舞 就是那些跳老母 就是那些這樣的地方 舞池 就收容了這一群老人家 那這一群老人家 已經是沒有了青年的練華 他們已經是完全是沒有了這個 真的所說的 沒有了Mojo 但是他們是死不了 即是在大膽的地方 那就是說其實這個社會 根本就不是絕對的平等 根本就是有一個地方 就是收容了一群沒有靈魂的人 不分食物給他 又收容了一群地方 是沒有了青春的人 也是給他有限度的食物 而你們上面那群 所謂說到大愛包容平等那群 根本就是偽君子 根本就是 這群根本不是天堂 這群是地獄 但是當然了 新鶴立尼就去了這群地方 就是用了一個第三者眼光 和他一個還有紅性象徵的人物 去看了這個這麼荒誕的地方 那我們再去下章看看 而最貼近到我們現實的東西 就是我們平時不是說那些 所謂大愛包容傻 那些就是左膠傻 那些就是平權傻 那些就是平權傻 他的口口聲聲 就是要平權大愛包容 但是其實他是一言堂的 當你有一點點 不相信他們意思的地方 他是要把你置諸死地 即場cancel 聲戰Gina Carano 就是被你這樣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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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na Carano 她大隻 她是 strong woman 只不過她有她的意見 她覺得你們這些傢伙 經常在反特朗普 我覺得你們這些左膠 全部都是一言堂 很低難 然後她就被人去KO了 現在就是說 剛才我所說的 這群天堂生活 這群永恆族 其實他們是要做冥想的 他們所謂冥想 就是大家的思想要 要一致 經常來做 而Friend就說 我不想要一致 哇 他當Friend是叛徒一樣 我們下章看看 你看到他們 圍攻他這群人的眼神 那些凶痕 正正就是現在那些左膠傻 口就打包容 那些闖紅戰士 口就打包容 你只要有一點點聲音不同的話 基本上他們是要你死的 是要你滅亡的 基本上 他馬上判斷了 是啊 這個May May May 馬上判斷了 馬上說要他去死 而Friend的懲罰是什麼呢 我們下章 是要他急速老化變成老人 嗯 其實你將他在這所謂天堂 你將他急速老化變成老人 因為回不了頭 其實你跟他剝奪生命 沒有什麼分別 所以這個其實我會覺得 是厲害厲害的 49年前 49年前 為何我愈看愈深寒 為何跟我們現在 我們見到美國光怪陸離 那個社會現場 這麼狠相似 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就是 就是剛才那群 享有特權的那群契弟 真的是一群小眾 現在我們見到這個所謂的 WATES 天堂 是他們小眾 自己圍圍圍 他們覺得自己是天堂的地方 但是他們就見不到 其他天堂以外的那群人 甚至乎天堂外 就是阿新康立 你們在逃整個社會的世界 因為在他們的小眾的立場 就是 每個人的世界 好像我們這樣就是最好的 但是問題是跟現實不貼近 你看回現在那些所謂的 蒼文戰士 一模一樣 他們說這個世界 所有的社會都要 超級平等 你是想平等嗎 是他們 有特權那群人 他們自己瓜分的 如果說真的他們這樣瓜分 那個世界是運作不了 那我們下章 但是至於為何 新康立離 會 可以這樣突然間 去入到這個地方 就是原來 新康立離之前 就是被那個假神 引領了他看一本 去圖書館 這個另一個訊息就是 書本 知識就在書本 你反過來 剛才那群人家 他們不看書 天堂那群人家 他們不看書 那群人家 他們不看書 是TikTok人 TikTok人 但是新康立離他看書 而他看的那本書 正正就是 六野先宗 The Wizard of Oz 而 為什麼要六野先宗 就是 因為那個藝神 就是透過六野先宗 的故事 來去創造 現在這麼崩壞的世界 Wizard of Oz 你看到的畫面 我們的右下角 如果你把Wizard Wi那兩個字 蓋住了 還有 all of 那個字 你拔走了 就會看到沙特索 就是那套戲的名字 那套戲的名字 其實就是Wizard of Oz 邪惡版的Wizard of Oz 為什麼新康立離那麼容易被人抓到 就是因為這些所謂的Eternal永恆族 其實他們還有一個特異功能 雖然他們沒有性的 請不到旗 但是他們的特異功能就是腦控 就是他們可以獨心術 但是新康立離他自己本身的意志很強 他可以阻止別人的腦控不到他 而當他們這些天堂這些怪客 想他知道新康立離是養不熟的 他們想即時處決新康立離 你看到他們把新康立離 找到那些膠袋包住了 他打算焗死新康立離 但是新康立離一拳就打爆那個膠袋 當然這也是一個訊息 就是說 其實他們所講的這些世界 或者他們的能力 是很脆弱的 就是這班創紅喪屍的能力 或者這班死了膠的能力 是很脆弱的 其實是只要你掌握中指 掌握拳頭是可以破到的 差在你又沒有人走出第一步 這就對應我們去年 David Sakslov 這個拳頭是David Sakslov 很邪門的 在下一張其實又有交代到 整個所謂的天堂 為什麼他們的人不老 原來天堂本身是一個超級電腦 你看到新康立你拿著那個水晶 那個就是超級電腦的CPU 那個核心來的 而超級電腦就令到這班人 他們是不會老 不會死 但是當然新康立你 後來就直著這個水晶片 就把那些資料傳到自己的腦 畫面都很嚮嚴的 所以我特地遮住了 不老點 其實是老點 但是也說了為什麼這班人 可以不死 就是因為這班所謂的Eternals 其實他們每個人的頭都直進了一塊晶片 就是每個人的額頭都直進了一塊水晶 那些神秘學的又不是回來的 那些陰謀的又不是回來的 那些陰謀的又不是回來的 為什麼這麼堅朗的 他們要打針 那你們大家自己想 這些東西 那我們再去下一張 但是片尾到最後就是 就是新康立你 呂應外合的那班賀子手 其實由於新康立你控制了電腦 新康立你解除了這個所謂的 天堂的封鎖門 整班賀子手衝進來 就打死這班人 這班人 其實他們某程度是想求死的 其實為何新康立你會有能力進來 其實就是剛才片中一開始出現的那個魏神 那個魏神 因為他已經知道了 他身處這個地方根本就是一個地獄 其實他自己想尋求搞脫 所以他才刻意 將他自己製造那班賀子手 其中新康立你 他灌輸了新康立你一些意識 就等新康立你跟著他上了這艘巨型的人頭船 那個飛船飛回去他們所說的星球 帶領這班賀子手一起殺入去 殺回他們 因為死對於這班這樣的 以湯雷港是解脫的 足球說禁1984 我覺得這套東西是比1984 再意味感更深 因為1984比較上是很政治向 是類比美蘇冷戰那樣的 現在這件事是類比我們文化革命那樣的 我們下一張看看 片尾 Conswell本來是很想殺死新康立你 但期間因為新康立你操控了電腦 Conswell就失敗了新康立你 再加上新康立你那種紅豆豆的跡象 因為在他們來說他們沒有性感很久 變成他被新康立你吸引了 而新康立你在這個戰亂混亂當中 新康立你沒有跟其他固執了手一樣殺人 新康立你拖了Conswell去走 就走了去剛才我所說的巨型人頭那裡 他就躲在裡面生活 因為裡面也有足夠他們生活很久的食物 在那個巨型人頭石像那個飛船那裡 當然最後的畫面片段就是 拍攝了新康立你和Conswell生了兒子 但畫面很快的 呈現了兒子很快大過 大過了兒子要走 Conswell就是媽媽不想兒子走 但也阻止不了兒子要走 新康立你拖著Conswell 作為老婆慢慢老慢慢老慢慢死 這個最後這五秒鐘的 新康立你慢慢老慢慢死 回來了 其實那個不單 其實 阿祝求說套東西很前來 但其實他最後表達的信息 是順應天命 其實在說為什麼這個所謂天堂 會變成了一個地獄 其實就是藝神 阿阿祖已經知道了 因為他們逆天而行 因為他們上一代的科學家逆天而行 想試圖製造一個屬於他們的天堂 但實際上 當你一個這樣的天堂 你製造了出來 其實就是牢牢罩住了我們的地獄 我們求死也求死不到 我們只能夠用一些很嚴苛的東西 或者我們用一些大話 就是大家欺騙自己 大家要做冥想 大家是同性化 但實際上 是不是人人都樂意同性化 還是人人都樂意 人人都樂意 看到我們的世界 這麼妖邪 這麼癲音倒楊 其實實際上 癲音倒楊的世界 是不是真的行動呢 是你們所說 你以為是小圈子 你們覺得這個世界很理想 實際上 這個世界 你認真點這樣看 如果你強行地去逆天而行 強行地去推翻天命的話 其實你是要受到天蠅 首先是天蠅 就是那些男人請不到旗 你是生育不到 你享受不到性愛的歡慾 第二就是 你們沒有了一個慾望 你們變成為Wagon 變成這個故事來講 我覺得 今時今日 我在2023年 再去看 我是不單止是給他那個震撼 當然震撼就是新開納鼻 那種造型 那個造型真的是 老老實實 我不夠膽這樣講 你們不要叫我什麼課金證 你不要讓我這樣穿 大哥我殺了你 也不要讓我 如果我和Alvin要穿到這樣 課金證起碼我和Alvin要頭三名 我們才肯這樣穿 你想想 我們心理壓力多大 你要穿到新開納鼻 那樣的一款 但是問題就是 心理陰影 但是 除了 除了 新開納鼻 那麼怪異的造型 除了一套電影 也有部分的裸露情節 不是太多 你不要強調整套電影都有 有靈體 不是太多 很少 但是問題就是 整個電影 我們現在看回 我們就說 作為一個 星期五 國立三明天的人 你老母 白雀導演 我和你致敬 我和你敬禮 49年前 你看到現在 49年後的世界是怎樣 你看到清清楚了 所以我會覺得 相當之震撼 相當相當之震撼 我覺得 當然是不難去理會的 因為在 那個年代 49年前 其實在70年代尾 這些小眾開始蒲頭 開始霧氣 當然在 在主流的社會 當時主流社會 或者是 在道德價值比較重的社會 為什麼 一開始電影是靈智派 靈智主義 靈智主義的道德價值 是相當之重的 比起一般基督教主義 更重一點 其實是因為佛學 類似佛學的價值而已 所以變成在他們 導演 導演 Sir John 等等 我看看導演 波文 導演Sir John 波文 在他的認知 或者在他的信仰來講 他會認為這些妖邪無起 絕對會破壞生態 但當然 美國講自由 你這樣講 你就是 Homophobic 你就是 Transphobic 他們會用這些名稱 來灌熱我們 但是 在我們 在我們 在我們的 認知 John Sir John 波文 的認知 他們已經預視到 一定會變成這樣 而事實上 真的變成這樣 在隔了49年之後 我再看回 我真的要向你敬禮 我大家是同路人 最恐怖的事情 你連David Sacksoff 你也預計到 那一刻 我搞你不行 所以 這一節 我推介大家 這套電影 是越看越寒 老老實實 越看越寒 當然你可以用一個獵奇心 去看 但是看完之後 你越看越寒 然後你就會開始認同 為什麼我和Alvin 老闆所說 父權雙殺 為什麼我們要做 美猛雙行 我們要殺盡這些 創供喪屍 就是我們要撥亂反正 因為我們要令到大家知道了 再走歪路下去 或者將這些東西 盟牙 因為最恐怖的事情 就是 屋那件事其實在香港的社會 盟牙了 盟牙了很久 是啊 越來越大 當美國 甚至於癌症文化 老實講 我們已經有一位 教授新鮮試出 不是 首先新鮮了 因為在美國 就叫做盟牙了 但是最恐怖 就是美國現在盟牙到 大家知道是壞 是 但是在我們身處 那些地方 那些人還不知道是壞 那些人還以為 左膠挺好 但是包容 這才是最危險 所以 他們不明白的 基本上是標題黨 他們不會看聯絡 他們還會把我 阿爾芬這些 冠名是化西斯 那這些 那 祝你好運 因為結果是怎樣 如果你走那條路 究竟是怎樣 就會動有的 哈哈哈哈 就會動有的 大家理想理 好了 這一節就到這裡為止 大家如果想看的 用VPN把迪士尼Plus 轉到另一個地區 你就看得到 OK 不是的 就自己找來看 好這節就到這裡 我們休息一會 下一節阿爾芬說漫畫相關的題材 休息一會兒見